每一年的大年初三 山頂廣場這裡都會變得很熱鬧 因為一班長跑的建議 會來到這裡參加每一年的新春發財跑 今年賽事已經搭了第30屆 他們這班跑手就用這個賽事 來祝大家身體健康 今年一共有800個人參賽 但還有本地的跑手之餘 也有不死的外籍人士 比賽在當日 山頂氣溫是15度左右 雙力濕度是80度 非常之適合長跑活動 在賽前大家都做足熱身準備 很多仍是一班志同同學來走回大運 新春發財跑 長跑長有 而在賽神爺的帶領之下 比賽好法就要開始了 今次的發財跑由山頂廣場出發 沿著山頂道 京坎士達道和加烈山道下山 翻託在山頂道之後 就由夏力道和雷濕道上山 最後就上阿士甸山道 就可以來到終點的阿士甸山道公園 全程有7.5公里 整條路線都有不少上落斜位 但都難不到一班的跑手 這位伯伯就來挑戰難度 而最後一段 上阿士甸山道公園的上斜路 雖然只有短短的300米 但已經來到賽事的尾段 都真的很辛苦 經過一輪激烈的角逐之後 最後就由肯亞直的基普迪志 拿到籃子組的冠軍 他的時間是22分59秒 我非常幸運 因為昨年也贏了 所以我又贏了 所以我又贏了 這個年來 氣氛很好 不像昨年 很冷 這個年來是完美的 風格 只不過我沒有看到 好球員從香港 來參加 但還是好 這個賽事不是很困難 非常好 我用這個賽事 甚至兩星期前 我做了另一個賽事 同樣的賽事 所以是很好的賽事 是7號的范瑞萍 他的時間是29分53秒 這次已經是第七次參加這個比賽 故喜都曾經獲得過冠軍 他都很滿意自己今天的表現 我覺得很有意義 因為我是中國人 我想跑 新年的時候 如果跑了一個賽事 我自己又喜歡跑步 那感覺就好像是一年的開始 所以我就 除了我自己跑之外 我都叫我的侄子和侄女 一起去參與這個活動 起跑的時候 就沒有去年很冷 一路一路慢慢跑 就能溫暖到整個人 最後去到這條斜路 往年整個人都累了 今年因為新暖 其實都有力去衝 最後那條斜路 可以嗎 衝戰之後 每個選手都在財神手裡 拿到荔枝、曲奇餅 和他的祝福 希望大家都可以身體健康 長跑長有 在兔年的比賽中 不斷地爭取皆職 挑戰自我 那些是嗎 Michael 你知不知道 跑步來說 補充水分很重要 喝得不夠多水 很容易脫水 我知道 所以我有所準備 你知道嗎 我其實是用水做的 所以每次練習 我都會帶這些水 比賽當日 我打算帶到身體 你是水組 根本是什麼 我跑半馬也不用喝那麼多 不用那麼誇張 Michael 在長跑的運動裡面 分為10K 半馬和全馬 在水分補充方面 在這三個距離 都會有一些分別 如果你跑10公里的話 其實如果你在一個小時之內 可以完成 你可以在途中的一個水站 補充大概半杯水就可以了 當然也視乎當日的氣溫 環境而定 如果真的很熱 你可能需要多喝一點 如果在半小時之內 或者40分鐘之內 可以完成比賽的話 其實如果天氣比較涼 不補充水分也沒問題 但如果你參加半馬和全馬 可能就這樣喝清水就不夠了 因為你運動的時間比較長 而你流汗率也比較多 所以在水站當中 首選是運動飲品 因為同一時間可以補充水分 糖分和電解質 也是你汗液流失的物質 以及你需要補充的能量 而補充水分如果不夠的話 你可能會抽筋 會頭痛 會暈 甚至乎會中暑死亡 大概你需要喝多少 每個小時大概是400至800毫升 視乎你是男還是女 即是你的性別 以及視乎你的跑速度 當日的氣溫 以及你的身形 例如你是一個女生 你跑得比較慢 當日又不是很熱的話 你可能每個小時 喝400毫升已經足夠了 如果你是一個男士 挺健碩 又跑得挺快 可能就需要每個小時 補充800毫升才夠 今天的練習跑夠了 但現在很肚餓怎麼辦 這樣嗎? 回到餐廳等 跑完步最好就是吃的了 Sary 平時看你吃飯也吃不少 不如給我一點飯 怎麼搞的?你跑那麼少 要不要吃那麼多 很重要 你知道跑步就是為了吃這一刻 特意吃到肚子都脹了 挺開心 不是吧?Michael 你跑10K而已 你想當少年吃神嗎? 跑10K通常 在一個小時左右可以完成 在那個小時內 其實大概只會消耗 500至600卡路里 所以不需要吃很多很多炭水化物去準備這個比賽 原來我不用吃那麼多? Sary 你跑半馬 那要給你兩隻雞腿 你想整肥我嗎? 雖然脂肪是能量之一 但不用特別補充 其實在跑步當中 我們會消耗炭水化物和脂肪作為能量 而脂肪在我們的身體 基本上都有很多的儲備 即使你看到一些很瘦削的長跑運動員也好 其實它身體內都是有一定量的脂肪 所以其實我們是沒有必要在運動之前 或者運動之後 去很大量去攝取脂肪 因為身體內是有很足夠的儲備 相反 因為碳水化物 我們存在身體內是有限的 用了之後就要補充 但是不要想著 如果是這樣就吃很多很多的碳水化物 因為當你儲存到滿之後 你再攝取的話 這些額外的碳水化物 就會轉化為脂肪 來做儲存在你的身體內 而太多的脂肪的話 會增加你的體重 對於長跑是不利的 那什麼叫做糖原負荷法呢 糖原負荷法呢 就適合搬馬和全馬的跑手 不適合你的了 糖原負荷法是一個 適合耐力項目的補充方法 意義就是在你比賽之前 多吃一點碳水化物 這些碳水化物就會儲存在你 肌肉裡面成為肌糖 也真的在比賽之前 增加你肌肉裡面的能量儲備 那在你當日的比賽 尤其是一些耐力項目 你就會有多一點的能量 可以在當日發揮得好一點 糖原負荷法的飲食方法 就是按你每公斤體重計 就要每天攝取9至10克的碳水化物 而這個飲食方法 之前三天就要開始進行 即是一個60公斤重的運動員 大概每天就需要攝取540至600克的碳水化物 這個量也不少 因為如果你不是一個運動員 不需要準備這個耐力項目 你每天每公斤體重 只需要5克的碳水化物 就是因為要攝取這麼大量的碳水化物 在三餐裡面吃完所有的食物 就會比較難 所以除了三餐之外 你還可以加兩個茶點 譬如在早上、下午 或者在吃完晚飯之後 再吃一個水果喝杯果汁 來到攝取的話就會舒服一點 而且也較為容易達到 每公斤體重9至10克的碳水化合物 下星期就比賽了 參加10公里的參賽者 這個星期的總理數是要跑13公里 半馬就要跑28公里 而全馬就要跑45公里 大家記住爭取時間休息了 最後這個星期 那個作息的方面很重要 尤其是香港人的生活 比較上是緊張 很多時候很晚睡 留意了 我們跑10km好 全馬好今年 五點多起步 全馬六點多起步 你想想 如果每個人要睡眠 要有八個小時 如果五點多起步 三點多起床 八九點就要睡 很多時候八九點 可能你還在做事 所以到最後那晚 才嘗試一下早睡 就很大問題 相信你整晚數個面 都睡不到 所以最好 之前星期都要慢慢習慣 你想想 如果八九點要睡 之前星期你嘗試一下 開始由十點開始睡 然後十點 九點 八點 慢慢去升 相信會比較好 還有一個星期 就是馬拉松 最後衝刺 加油 我們很少在體育節目裡 看到這麼多美食 而且今天看到美女廚神阿蘇 阿蘇 阿蘇今天用甚麼湯水 跟大家打氣 真的沒甚麼可 體育世界也看到我 真是高興 因為今天我預備了兩款湯水 為健兒打氣 希望給他們一點小提示 讓他們可以有更好的狀態去跑 這兩款湯水 大家都一定會做 或者很容易去學到做 就是一個叫做 花生眉斗雞腳湯 另外一個就是 西洋深石學淮山湯 有甚麼在安 其實這個眉斗花生雞腳湯 其實很簡單 以形補形 雞腳 就可以補一下我們的腳 讓我們的筋骨 很活絡 很好 很行血 讓我們可以更加有力去跑 另外這個 西洋深石盒淮山湯 就是讓它可以 因為天氣很乾 你知道現在這個時令 就是讓它保濕 讓我們的氣 讓我們的氣 可以調氣順一點 讓我們的跑手 可以跑得更加暢身 接下來我們的跑手 將會挑戰馬拉松 你透過煮食 怎樣帶出一些意義 或者怎樣和大家打氣 人生左右鳴 所有事情都是要全力以赴 做到最好 我覺得能不能夠完成到 都是其次 反而是我們有沒有 做好我們的預備功夫 還有在過程裡 我們有沒有享受到它 還有拼搏到全力去做好它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 自己 還有是一個自我的挑戰 我覺得你今年做得怎樣 下年希望可以進一步 再下年可以更加去前進 我覺得這個是 對於我來說 是我很希望 我自己有天都會做到的事 我們先進行 我們可以進行 我們可以進行 到一個大小的 我們可以進行 營業 我們可以進行